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马斯克那个故事 主要是谈今天晚上德桑迪斯 那实际他是在华尔街日报 昨天在伦敦的一个活动中他参加了 他讲了很多讲了很多的话 我们现在用的是华尔街日报的 对他昨天那个专访当中的一个 一个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告 那里面他在他对推特呢下了 基本上我们上期节目谈呢 他对推特下大的本钱 他大概讲述的方式呢 就是推特可能会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叫X.AI X.AI就是在推特基础上完全建立人工智能 跟谷歌和这个和哪和微软对抗 和微软对抗 所以那谷歌呢是在他的搜索隐形上 那微软其实跟他搜索隐形也相关 但是呢马斯克呢借助他的推特平台 三亿多用户推特平台 概念很显然概念不同 在推特平台上 人们探讨的很多都跟人的 就是人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且他有面对面的感觉 这是社交媒体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如果建立起推特来讲 按照 建立起AI来讲 按照马斯克今天晚上跟德桑迪斯 以直播的方式 来吸引整个全球的这个注意量的话 这是一个巨大 这是个巨大的革命 这是个巨大的革命 我个人准备想做直播 在我们晚上的节目当中 大概直播一个小时 把晚上要报的 就是白天发生的新闻 在直播的方式播出来 朋友们可能会有机会能看到 有机会能够能够 我们就大家互动了 所以时间是在 时间是在中央电视台那七点钟 他们直播都放在晚上六点钟 可能有他道理啊 说实话有他道理 我个人想是放在七点钟 也可能在六点钟 这样基本上争取 只要我时间OK 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大家就完全 那节目就性质改变了 我们上午的概念 还是这个概念 晚上呢 有一个直播 然后会加播很多人性的东西 就改了 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改 如果直播OK的话 我们新闻就都改成直播 因为我个人做节目的特点 是完全 完全其实就是直播的 只不过改变一个方式而已 这是真的潮流 这是真的是这个大趋势 所以如果马斯克在推特上做成了 推特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媒体载体 这全球最大媒体载体 如果马斯克把自己的AI的东西植入到推特里面 世界是他的 世界是他的 这个就因为他掌控了 掌控了真相 掌控事实就是 没有人能把握说 马斯克被最后试试 当然这事做成做不成 可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咱把话说这 做成做不成是另外 但是他的方向 基本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就统一了全世界 除非美国人把他杀漏 把他毁了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慨 我只能说令人感慨 而这一切的东西 取决于天性 取决于天意 取决于未来的时间里面 人们对神的概念 但马斯克的做法 他同样是没有 就是说 他自己不信神 他否定现在人的贪婪 但他不信神 所以是这个意思了 我跟大家介绍其中内容 马斯克要在AI系统上 挑战谷歌跟微软 那这是他今天明确讲的 那这里说一下 推特公司 推特本身的公司 已经改名叫X 已经改名叫X 所以他是合并在一起的 他的方向很清楚 涉及到他企业帝国的 不可分割 主要是推特 那推特呢 他说下个月就停止亏损了 推特亏损 是从2019年延续过来 然后呢 今天晚上要跟德桑迪斯对话 他以这样的方式 在线的方式 昨天跟华尔街日报 进行了活动 然后呢 他认为 他的方向很明确 推特现在没有盈利 下个月就OK了 然后这就讲出了他状况了 他说 创造 在推特上创造AI 是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他很容易 因为特斯拉一直在使用AI 所以对他来讲 应该是推特和特斯拉 可以成为一家 AI公司的合伴公司 很像微软和 open AI之间的关系 所以创立这家公司 名为叫XAI 所以X已经是推特的公司了 他认为应该有第三匹马参加角度 就是他认为是这样 这是他长期以来致力的 但是他发现自己被人超越了 所以他要追赶 对AI的关切 他呼吁政府监管 但是他说会摧毁人类的可能性很小 但不是完全没有 他改口 所以他同样 他呼吁监管什么 这个是因为他落后 所以他的私利 火星人同样是自私的 他的私利就在其中 然后他提到说 他辞职 推特的CEO改成另外一个 NBC的 NBC全球的前主管 广告主管 叫Linda 这个人 这个人是很极左的 这个人是达沃斯论坛的主席 大概是 所以就 马斯克你要知道他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他同样局限在他的生命限制 他不是神 但他不接受今天人的败落 不接受今天人的败落 但他又要人的身体 所以他会借助各种势力 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而因为他不像人那么自私 狭隘跟贪婪 所以他就 他是金 他用钱 他用钱是为他用的 他不是为了赚钱的 钱是为了他用的 而不是为了赚钱的 钱是用来花的 不是给你看画的 今天99.99%的人 是为了看画 数数 我便让很多朋友贪财 我说你用了钱干嘛 哎呀 涛哥我看那数好看 你说是不是精神病 你一文不值 我跟朋友这么说的 我说你看数好 你一文不值啊 他家里有四五套房 我说然后呢 我说你打格吗 打格 你放屁吗 放啊 我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有时候睡不着啊 我说你看 你一文不值 你说什么意思 然后他谈到 因为里面谈比较多了 他自己明确讲说 他管理太多公司 他管理不了 他只能去 他只能要安排处理 所以这是他解释 为什么要让出推特 这个管理的概念 他拿了推特的时候呢 特斯拉的人就担心 他经历会上推特上 所以特斯拉曾经经历过一些波折 那些但是那些东西在我眼睛里 给我感觉呢 有很多是打击他的人在炒作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 索罗斯卖掉所有特斯拉股票 这个比尔盖茨做空他 用5亿美元做空他 就是这个了 羡慕妒忌恨了 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反应 是生命本质的反应 然后又谈到 这些都是他谈到 他自己经营管理的问题 他认为 企业管理跟控制权 是非常棘手的 对所有企业都是这样 这个我个人觉得 大家愿意看 你去华尔街日报 中文的华尔街日报 有登出来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工厂 可能给特斯拉 在印度或者在墨西哥 那如果他建立新的工厂 特别像在印度 他有没有可能为了软化 就是分散风险 对在中国 那在中国他再次认为 北京志在必得 要进行统一 志在必得 但是北京想统一 台湾将带来巨大灾难 将带来巨大灾难 所以这是一个 他自己明确讲述的 全球的灾难 所以也就讲说 他原来上次接受CNBC专访 他说也这么说 他如果北京去统一的话 所有人都会灾难 而不仅仅是我马斯克 那也就说 阻止这个灾难 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 那这个说法 台湾的朋友不接受 台湾政府也不接受 那这是他自己的观点 那因为这个说法就是 他的主语用的是 北京一定要统一台湾 这台湾就不接受了 那他个人呢 我相信跟他个人的利益 有着巨大的关系 他当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沉默了十几秒 他不是马上答的 那所以他也讲说 我只是说北京要这么干 北京也有实力这么干 这是他的观点 那之所以台湾的政府 台湾外交部长抨击了他们 是因为人们觉得他分量太重 看不破马斯克 你就觉得他分量重